第十场赛事 准备 闸门打开 第十场正式开跑了 这场克兰之A级赛出闸以后呢 就慢闸的是高大上啊 在马群的队尾的 先抢出来的是总司令啊 外侧的位置 陈墨诗金也加入战团 在第三位的是林家准将啊 走得比较靠前的 内侧呢就是一锦荣归了 旁边赶上来的麻将王 以及圣灵之礼啊 都是包围他的 更外栏的位置是这个陈墨诗金了 然后呢 再还有哈利神马走在最外侧啊 跟住内侧的位置呢 就有天眼 在后面呢就有旗号的八月 然后电尾的两匹马 包括了金星在内侧 外侧的位置是高大上 那现在在前面呢 总司令在跟其他马匹呢 在斗前速的 他守在内侧的位置啊 旁边是一锦荣归 更外栏的位置是陈墨诗金 在第四叠呢 就是林家准将了 吊着码头以后呢 开始加速的 在他身后的外侧的位置呢 就有这个哈利神马 内侧的位置呢 就有这个一锦荣归 还有轮左 轮左在内侧有点受阻的 林家准将 雷马克的坐骑啊 在前面呢 现在吊着码头以后呢 开始下边了 一边打下去以后有反应啊 然后呢 后面的马匹之间接近的 就是哈利神马而已啊 轻轻松松打扰了一线 好 第三名呢 是一锦荣归 在后面上来的 有圣灵之礼 在后面呢 金星高大上 以及麻将王 陈墨诗金 天眼轮佐 总司令 跟着是八月 毫无悬念 就是只要不受阻 管你们怎么走 它直路上面 轻轻松松的 加一把速 就搞定了 它实际上是 匀速在走的 最后 哎呀没办法了 都不是同一个档次 那本来那些 看好的后起之秀 是不是能够 跑得靠近一点 结果你看跑第二的是谁 也算是作战经验 很丰富的